台湾无党派立法委员林长佐在日前参加哥本哈根的民主峰会后前来美国 周二晚间他在纽约台湾会馆进行演讲 他提到中共对台湾施加压力 成为国际关注焦点 并呼吁海外乡亲年底回台 在九合一大选中投票 接下来 他将前往华盛顿DC参加西藏大会 并拜访美国政要 预计在7月1号返回台湾 新唐人记者柯婷婷 纽约报道